台南的星期五五区一百多公圈的中美 因为日常年参与好的关系 有部分这个中美是出现了来变的情形 所以就向立委丹典会来做丁情 希望说会可以来顺取一个灾害补助 在丹典会在了解农民诉求以后 也因为这个灾情中美是都有共济保险 所以就会协助这个农民向新保团委来要求北上 让我们的农民顺利是可以感到尊敬 但星期五五区一百多公圈的中美 因为日常年参与好的关系 有部分中美出现导乐病的情形 农民是担忧现在中美出现空爆弹 恐惧修行以后三両减资来做顺顺势 因此向立委丹典会 持续完蛋毕业立委帝来担情 希望可以顺求再来保证 说这个是水经败 水经败到风头到就是都来都会 整个都没状态 这都有肥也都有风滴 我那边也 农市首那边也有风滴政策区 政策区那边我看看就好了 这只而已都有 因为有严重三天都没状态 任何丹典会要邀请农牛宿 市委农业教 台湾改良党 新市区工作 新市区農会 相关单位告状会 经由查看 中美顺海进行以后 确定在中美要出水的时候 感染到真菌三行道热病 在这里感染 感染以后这个地方就水跟养分没有办法过去 水没有办法去 所以它很快就干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冲死 这是属于真菌的隧道热病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说农友在抽税前两三天 噴一次药 把附近的环境把它弄干净了 那水抽出来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在两三天前有噴药 所以上面没有菌的话 那就不会感染 李维丹典会在了解农民诉求医癌 与在现场 向农牛宿欢迎如何来顺求改革方法 最后农民也因为财政中美 都有经济保险 营出的学助农民 向新保团委来要求保障 让农民顺势减少到最少 那现在有共识的是 以保险来做一些协助 那第二个是我们要去解决的是 这个基本山龙 加到这个山龙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用这种基本山龙 可能农民都要要夭习了 都要夭习了 所以这个五年平均数 就是因为当月过去有派逆当 一当派逆当 那它本身也是有取得一些补助 所以我觉得这有他不公平在 难怪保险很多的农民 跟他们说他基本上没有保险 以至于药药要保险制度 就做质压断修两次 一公平可以抵到包装 一万八千块 不过理会担定会基础 有保险保险行政办法不合理 也向中佣来欢迎收贷 让共济保险有还要完成的保障 记者 那肖建伟新奇哭唱不得 好 都不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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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